2013到14赛季中国女子排队联赛第80天津一台主场队当一一台的比赛 双方第一季比赛呢 八一队客场作战25比19 1比0比7 林家长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 正向这个第二局刚开局的时候 胡敬指导看了第一局的这个 孙梅指导 吴有梅指导做的技术 第一局啊 尽管八一队赢了天津的6分 但是还有这么两分都不该多数 这个证明的肯定战略对八一队 目前这个状况呢 还提出更高的要求 那么第一局呢 天津队出现的一个问题 主要是哪些环节 现在一下 从整个队 如果从最有的地方 这些人移穿到的一个比赛 这是一个表面的这种情况 这是有确实的 林郎天津的整体这个发挂 但是呢 这还根本一个原因 我们发现 在整阶级的一个人 在阶级上的比赛 天津队的状态 只有 跟杨宁那个比赛 一直就没有 他人 包括像比刘四川 对 第一局打到26秒24 这个一局是球员打的这个女子 对 所以在这里呢 整个队的这个阶级球 你看大家这个 除了我们讲的 这个陈宇 上这个第一次 我刚刚上上海里上 发挥机的 还有一个好 其他阶级球员 好像反对就没有 有点缝手 对打的 这个来往这边 刺激有点刺激 对 他现在有点 所以有 我们讲新年代的 三阶级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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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平常的 比赛 对 这阶级球员 对 那么呢 我们想要从 白阶级球员上 这个阶级球员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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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d 那么现在呢 十几年的 因为你自己的 ug传 你自己的这几个 这几个阶 这几个军队 对对方没有威胁 5-2 一场舞蹈位天津队反击机会前 哦 帅 刘峰峰罗亚寒 刘峰 那这个没关系 就是说你按812的这种水平 那个身高 他拿击几个这个是对的 在上次812跟天津队的客场 对812的天津三平一赢了 但是呢 晚晚对812对蓝5的方便 奖务一击球 就是靠蓝5的问题 没关系 这个不是多大的问题 因为蓝5这个环节 是对方的最长相 最突破的一个环节 6比3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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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比6 哎呀 可惜了 5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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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开锅 哎呀 拐得大了 所以现在发一对 面对天宁队刚开场 第二局刚开始的这个 蒙娜猛星多 现在将底层追平6平 从八一队的 早等的能力确实很强 一船已经冲网了多半个球了 米杨干脆借势把这球二次球出去调量了 其实一个队啊 他的这种就是说自己的这个完全发挥第一呢是靠自己跳跃第二个呢很多情况下是对方松 你发挥不好的对方一定会越打越越兴奋越来越好 当年前几年联赛就说八一队跟天宁队老差这过去就是在当年天宁队第一次都在您输了012落后的时候连板三局 在那种情况下 把这场球迎来了以后 把一队一队一队老差的美好 西平 最后逼好那队防起来 这就是米杨的经验 这就是伊娜的经验 还是后骨 8比7 第一次进入战前八一队两天一分 啊 我 啊 这个 不要不要不要吓死了 啊 是啊 啊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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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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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